DON'T CALL MY VIBE 大家好我是強威 我是一名職業變裝皇后 Mamam so pretty 我的變裝皇后的資歷已經有兩年多 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演出 將近有一百多場 我覺得我天生就是要做這一行的 因為我很喜歡變裝皇后的原因 是因為可以讓我展現我自己之外 也可以散播很多正點量 還有自信給觀眾 接下來我要帶大家看看 變裝皇后的一天都在忙些什麼 想變漂亮的話就跟上吧 Good Morning 早安Vogue 今天是我們的同志大遊行 然後今天呢我有四場的活動表演 然後因為就是遊行的關係會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們怕家裡會很亂 所以我們就在外面訂了飯店 現在呢要來開始清潔我早上的臉 那我通常呢早上的時候 我都不會用洗面乳洗臉 我都會直接用清水洗臉 然後用衛生紙把臉上的一些水分都擦掉 因為毛巾有非常多的細菌 所以我會用毛體去擦 看你皮膚多亮啊 那像我今天呢就是安排一個彩排練習 跟我的舞者 Dancer老師們一起 那我排舞的話我都會去我阿嬤的舞蹈教室 因為我阿嬤是日本舞蹈老師 所以她有自己的舞蹈教室 然後我都會直接去跟她接那個教室來做彩排 其實我的阿嬤對我的影響也蠻大的 就是從小到大 我就是看我阿嬤去做日本舞蹈表演 我想要跳的是異季喔 我想要Kabuki這樣子呢 就算了 我的表演風格呢 比較偏向主流路線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比較辣的音樂 比如說小野貓啊 Lady Gaga 或Beyonce這一類路線的歌曲 那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我都是沒有穿高跟鞋的狀態去踩 因為我就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天生就很會穿高跟鞋了 不需要特別就是為了練習的穿高跟鞋 我會開始踏入《變種皇后》這個指押的原因 就是因為兩年前我看了《Rupo Jack Grace》 然後我很喜歡的一個參賽者 就是第十季的冠軍Akrarion Akrarion 我第一次踏上那個舞台的時候其實還蠻緊張的就是很認真的跳完我安排的所有的橋段 我第一次踏上那個舞台的時候其實還蠻緊張的就是很認真的跳完我安排的所有的橋段 然後去注意到觀眾跟我的互動 但是第一次表演完之後 得到的回應啊或是尖叫聲其實遠超過我想像的 所以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我也就是因此繼續想要往這個方向走 我的天啊 所以我等一下要穿衣服 那我服裝的部分呢 我就會要求我設計師幫我做有束腰馬甲的設計 我真的很驚訝 最近跟我的設計師一起做的就是這一件黑魔法蛇妖女武裝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布料 它是有亮片還有偏光的材質 因為光光打下去的話會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布料 OK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把我的男裝卸掉 重新畫一個妝 OK 首先呢 會用這個NYX的毛孔隱形霜 它可以撫平我的任何 臉上的任何一個毛孔 這樣的話我的筆妝就會非常的無瑕疵 下一個步驟呢 我會用歌劇魅影的粉底條 一條就可以直接搞定我整個底妝 而且你看它的光澤感 多美 超水煮蛋雞女耶 其實我小時候的時候也是蠻沒有自信的 求學階段的時候其實有經歷過霸凌的 但是我不想要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我還是會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就被霸凌得更慘 但是我還是很開心 提亮的部分 我要用的是NYX的那個不斷墊的遮瑕膏 下巴 鼻子 梯子 梯子 把這幾個地方提亮的話 你在舞台上的感覺 臉 五官就會變得更立體 我會剃掉眉毛的原因是因為 變妝皇后的妝都要重新塑造整個五官 所以為了省時間我就直接把眉毛剃掉 剃掉之後就交不到男朋友了 其實變妝皇后呢 是我們同志運動平權的一個先驅 我們現在人在我們的2020 Taipei Pride Yay 我覺得參加同志大遊行這件事情不需要認可 或是說一定要穿成什麼樣子才能去參加 我覺得你只要隨便穿一個簡單的T恤或是牛仔兔之類 你就可以上街去宣揚你自己的驕傲 做自己就好 I love you Taiwan 接下來呢我就要開始來定妝 RCMA的透明蜜粉 進入我們的眼妝囉 最常用的Alex Dong跟MegaRevolution的聯名盤 眼妝重點呢因為我很喜歡就是繽紛的色彩 所以我通常都會選比較高彩度的眼影盤來化妝 那我眼影暈染的話我就會直接上到眉毛的位置 因為我眼睛比較小 所以我就是會上比較高一點來讓我的眼睛放大的效果 And now we're gonna go to Coquery Bandline的粉底膏 Cockery是什麼呢 Cockery就是做一個假雙眼皮 這邊一定要畫很仔細 不然的話你眼睛的形狀就會看起來很怪 Joe Breaker的白色眼影粉 把它打白 我覺得化妝最難的地方就是對稱 我的化妝呢是自己看YouTube學的 很多人都說畫得很醜 或是我自己覺得畫得很醜 但是我就是沒有放棄 逼自己每天練習 到現在就是很傷手很漂亮 我也是拿過很特別的小費呢 就是我當時走近的時候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怎麼那麼小張 有些觀眾會在台下做那種手指愛心 然後你就會以為有小費要給我 就是走過去 嗯怎麼沒東西是愛心 我想說不要再給我愛心了 我要小費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友善的行為是有一次我有一個經驗是 表演的時候跟那個觀眾互動 那因為我就很習慣就是希望把客人的小費 就是他們塞在我的胸口裡面 然後我就這樣子對他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就把我的手抓過去跟我說辛苦了 然後把小費放在我的手上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窩心 我就覺得很像很備受尊重跟被理解 接下來呢我會上白色眼線液 然後也是NYX他們家的 這一款是我覺得完全不會裂開的 而且飽和度又高 你在上眼影的時候取粉都一定要是一點一點沾 你太大量的話攤塊你裝就是整個都會黑黑髒髒的 然後我會用這一盤在網路上買的亮片盤 開始上我的亮片部分 然後我會用這個Band Night的亮粉 這樣你的眼皮就會有很漂亮的漸層了 OK 現在我要來換我的眉毛 直接先畫出一個眉毛的形狀 我覺得變妝黃後的妝最難的應該就是眉毛眉型的位置 所以我也是練習了很多次 我的眉毛上好了 瞬間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是畫一個紅色系的妝 既然說司機就是整路都很安靜 可是他就一直用那個後照鏡一直看 他就是問我說 他每次要去表演嗎 你們京劇都這麼滿漂亮的 京劇 接下來我會用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人體油彩 然後我會用他的白色來打亮我的眉骨的位置 讓他看起來是從白色建成到粉紅色 再到桃紅色 OK 接下來呢我要來上我的鼻影 然後還有修容腮紅 然後我會用就是一次三個顏色都刷 看起來顏色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Tony Moly的修容來上我的鼻影 這一顆很漂亮是因為它是 比較帶一點冷色調的咖啡色 鼻子看起來就會變間立體 然後鼻子下非常之變化黑 是因為你的鼻子看起來就會是往前翹的 這樣子 強威就差不多已經現形了 因為我本名叫做姜薇辰 然後前面兩個字姜薇 的羅馬拼音就是強威 所以我就把它拿來當成我Dragman 就是強威 強威 我一開始的時候我爸媽其實非常的不認同 跟不了解我在做的事情 雖然我爸媽他們很反對我 但是呢我就是沒有放棄我自己的夢想 然後我就是非常非常努力去實現它 我只要變妝我就會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沒有放棄它 時間久了呢就越來越多人認識我 然後越來越多的工作邀約啊 甚至有到日本新宿的二丁木的Gate Bar做表演 實踐了我很多想做的事情 今天的唇膏呢我要用Jeffrey Star的這一支 Kalabazas 這一支唇膏呢它是霧面的質地 所以它就是不會暈開 然後很持久 OK 接下來呢為了要讓我的妝看起來 更有一台效果感 所以我都會貼鑽 這個鑽不是一般的鑽 是施滑落實期喔 變妝不一定要都是只有就是瘦瘦的樣子 你應該要就是去包容各種不同的身形 不同的風色 所以如果有人在說 欸你好像變胖了還是怎樣的話 請你直接嗆它說 我覺得自己這樣很漂亮就好 不需要你評論 OK 女人就是要補得開心喔 自己開心還是最重要的 假睫毛 我會去買那種很長的假睫毛 然後剪成一段一段 然後一根一根的就是對位子 看你怎樣子比較符合自己的眼型 變妝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就是可以創造出很多不同的創意 最後一個是 這就是黑色的 OFRA Lazy Donuts 來囉 大家看一下囉 很像鑽石的肌膚吧 噴一點定妝噴霧 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我們戴假髮的環節 這個是我們三扇的特效黃膠 它是專門拿來黏假髮用的 我爸他慢慢的接受之後呢 他會說 那你就是出門的時候 不要就是全妝的狀態出門 還是要遮掩一下 不要讓可能鄰居看到啊 會被一陽眼光 就是會怕我被欺負之類的 然後到後來呢 他就是幫我買了一個鞋櫃啊 還有衣櫃 讓我就是放我的女裝 還有我的高跟鞋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他用他的方式 來證明他的支持我 我發現的時候就是都是 就是變妝的狀態 躲在路上 對啊 我是不太貼了別人的眼光 因為畢竟我是漂亮的 那我阿嬤她可能現在 應該也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她其實也沒有說反對 因為可能看到她的影子吧 哈哈哈哈 在我手上看到她的影子 所以她就覺得 嗯 灰塵很棒 哈哈 哈哈 迷魯 好乖好乖 這邊有我們家的全家福 這個是我 然後這是我哥 還有我爸媽 其實我變妝一路以來 遇到了很多的貴人 像是我媽 我就覺得她是我還蠻大的貴人 我就覺得她雖然沒有一開始支持 但是她後來願意花時間去理解我想做的事情 也有來到現場看我的表演 是給我一個還蠻大的支持 不是每一個父母都可以 在這麼短暫的時間 就能夠去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她是很棒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變妝皇后 然後再努力為這個文化推廣 我也覺得 我一定也可以 所以我就開始 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後好好地做自己 謝謝 一定要當第一個 一定要吧 而且你們今天就是來我家的時候 我就可以穿那個美人魚 說我是職業美人魚 哈哈哈哈 我覺得